除了常规数据呢 我们还有文件 我们一般要上传文件 那上传文件 如果用户把文件上传上来 那我们怎么才能操作它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上节课 我们把它把它可以阻止掉 文件直接可以用这个方法 它就可以过去上 用户在请求中 所包含的所有文件 我们刷新一下 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这个只是常规数据 里面没有文件 那需要上传文件 那我们就做一张表单 用一张表单 做一张表单 我们这里有那天用过的 我们就用那张表 用一个Rub 那返回一个View Vue吧 Vue Vue什么呢 Form 是吧 还是那个Form 可以 好 我们试一下 Localhost Localhost Form 是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上节课 前几节课用过的表单 是吧 一个性 一个年龄 好 我们现在改一下吧 这个表单 表单里 我们再添加一个文件选项 Label Label For什么呢 User File User File 是吧 什么 头 下 好 好 那这里有一个input 注意这里的type就不是text了 这里是type是file文件 是吧 那它还需要一个name 是吧 name 那叫什么名字呢 比如说就叫profile 投像 profile image 算了 就profile 好 一个input type是file unname是profile 是吧 那一旦我们要上传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form 它这里就需要添加一个新的属性 是吧 这个叫 in type in type 那等于什么呢 in type 就等于一个multipart form data 对吧 要等于这个 注意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长 但是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去 就慢慢敲 把它敲对 这个地方错了的话 这个文件会提交失败 是吧 所以要注意这一点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上传文件的这样一个按钮 桌面有一张图片 选中它 然后提交 提交到test里去了 提交到test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action是到test 是吧 也就是logalhost下的test 也就是我们刚才用的那个路由 是吧 在这里 那我们这里说了个request file 它并不知道什么叫request file 它这个是执行了 没错 但是它并没有返回任何东西给我们看 是吧 那好 我们现在把它打印出来 刷新 嗯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文件 是吧 叫做uploaded file 是吧 好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一个对象 是吧 它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的一个对象 是吧 那也就是说 一旦你用这个file方法 它会返回所有的 你上传过的文件 就是你目前上传的文件 是吧 在当前请求中的所有文件 是吧 那我们现在仅仅想要什么呢 我们只想要一个就要profile 是吧 就是我们给的那个name profile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对象 就是把外头那个条给去掉了 它就不再是一个数组了 是吧 它就是里边的这个profile 这一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除了可以判断file之外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判断hasfile 是不是有一个文件 叫profile 是吧 它应该返回的是处 是吧 它返回的应该是处 我们刷新 它说处 没错 确实是处 那我们再试一个别的 比如说我们删掉一个吧 随便什么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词了 是吧 我写的 刷新 它肯定是什么false false 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文件吧 file 那有了这个文件之后 就可以有 有一些方法可以等着我们去调 是吧 比如说 第一个 非常常用的是 get size 是吧 就是拿到这个照片的大小 有时候这个照片太大的话 我们不希望它太大 就没有意义了 是吧 get size 检查它的大小 好 那这个时候它返回的 它就是一个文件的大小 这个的单位 是自己 好 还有一个方法是 get client original name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说 拿到 这个是拿到 在客户端时 用户在上传的时候 这个文件的名称 它以前叫什么来着 因为现在这个文件并不叫 你看它叫奥巴马 set.jpg 是吧 那它现在的文件名 已经被 已经被我们的服务器 给重名为一个 临时的文件名了 是吧 好 那这个地方 有一个get client original extension 他这个的 好 他说get client original extension 就是拿到 他在客户端的时候 的号续名 那我这 那在这个情况下 是什么呢 是不是点jpg 当然是jpg 没有点 是吧 jpg 好 我们刷新一下 jpg 是吧 他拿到这个号续名 那这些方法呢 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那如果你要上传多个文件 就一次在一张表单中 提交多个文件 那你可以使用 在这个input这里 前multiple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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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可以多选的 那这下 如果我们在选择 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当然这里只有一张图片 我们复制一张 那他就可以多选 我没有刷新 好 我们选 这样就可以选 选择多张图片 是吧 再一个大家要注意 这个地方 ink type multiple form 这个地方要记住 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没有这一项的话 它是会提交失败的 好 好